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利用准备平安 我想这几个礼拜或这阵子我们都在谈 其实主题是要谈一件事情 就是神的同在 当年读到旧约的时候 我们从世纪那边看到 在那世代若是神兴起 一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中间有一个就是这些人的基本条件 是他们愿意走在神的话语的当中 所以相对的神也会有这么一个应许 发生在他们身上 就是与他们同在 我们也讲到刚强壮胆 得地为业 刚强我一直说是有信心的意思 就是对神的话 对神的话有信心 当然是顺服神的话 壮胆是因为有神的陪着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陪同 所以他们就进到神为我们预备的 这个环境当中 在那边能够做成神要做工作 那当时从整个圣经我们看到 有点遗憾 就是很多时候一些被神兴起来的人 就是进到了神预备 这个所谓得地 但是慢慢慢慢的 因为他的成功 因为他的各样事情的所谓的顺利 慢慢慢慢 可能是不是为神得地为业 是为自己来得地为业 那我相信呢 这是总是在整个圣经里面 特别从世纪 从整个的旧约看 都是这个样子 当中教会历史 常常也是这样 我们需要有神的话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但不停在那里 我们需要有神的同在 我们能够得到 或者做成 神要我们所做的 所以当我们得到大使命的时候 也不是这样说吗 主耶稣说 凡我吩咐你们 都要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凡我吩咐门徒的 主耶稣吩咐门徒的 要教他们遵守 这种跟一件事有关 跟主的心意 跟主的话有关 那后面一句话就跟着说 我要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我相信这是 大家都了解的 其实在教会当中 或者在地中什么样 都在提醒的 我们彼此言 我们有神的同在 又有神的同在 那这个观念 或是这个思想 或是这样的真理 是很对的 不过这年来 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神的同在 不成为一个事实 不成为一个 你我每天生活的经历 有时候我们觉得 是有个安慰 我们有神的同在 但是你在发现 面对困难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的力量 可以改变那个环境 甚至碰到一些 试探引诱的时候 我们也常感觉到 好像我们站立不稳 那当时呢 我们会走到一个 一边都说 主啊 既然是这样 这世界永远是黑暗的 我们就等着你再来就好 所以我只要独善其身 当然也很可能 撑不了这个世界 就跟这个世界妥协 当然有一些的 更加所谓的 极尽的 就是说比较极的 耶稣的门徒 你看那个时代就这样 有些人说 来我们还是要把 这个世界改变 但靠谁的力量 是靠自己的力量 甚至引用圣经 有个叫做革命神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南美洲开始 然后就因为神经讲话 今天我都要努力进去的 努力这个字 中文翻译比较温和一点 在原来文字 是叫violent 是暴力进去的 那这句话 需要有个解经的 所以革命神学 用这个抓住 原来基督徒在每个地方 就是要推翻这个 推翻那个 那是这个意思吗 那我相信 每个人都在这个信仰当中 有神的话 没有神的话 那基本上已经是不信了 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外表 但信的当中 你发现有很多不同的 对于信仰 所谓持守的态度 我在说 如果你的信仰 我的信仰 不能够成为 我们每天 面对我们生活的挑战 的力量 基本上我们有信仰 但原来文家说 是没有信心的 换句话说 有信心没有行为 这信仰是 相对的 有行为 但这个行为 是出于人的意识呢 还是出于人 神的 这个时候的力量 为什么在职场 特别要谈到这个 我们常常讲到 职场中 中文我们有个观念 就是君王先知跟祭司 君王是有力量的 他有权柄 有力量 因为他可以用他的权柄 用所有的资源 成为他的力量 但君王有两个困难 一个就是 他有时候不太清楚 知道神的心 或有时候 只是走在神心当中 所以有需要有先知 来陪伴他 来指引他 圣经到旧业之后 先知讲的话 有时候对皇来讲 对这个有权柄来讲 是很严厉的 相对的 一个人 当你有权柄 有能力 而且看到整个事情 都发生得很顺利的时候 今天我们不知道看到 哪一篇 一个就是讲到 一个蜀文的杂志 讲到一篇 困难是在 没有能力 没有权柄 有能力 有权柄 慢慢慢慢就觉得 靠我自己就可以 凡神都与我同在 你看 事情就这样 一样样子都发生 这是为什么 有时候看到一些传道人 包括在灵恩里面 会跌倒的缘故 因为 不再靠圣灵的力量 是靠自己的力量 所以 一个君王很重要 不是依靠事业 不是要才能 而是要看万军皆华的 临方的城市 那这是这几个礼拜 或这几个月来 一直谈到的 那当时我们要谈到更深入一点 圣灵工作是必须的 就是施权好像说 我是用水温里面施洗 那叫悔改洗 但后面来那一位 他用圣灵和火 为你们施洗 为什么需要圣灵和火 的施洗 我解释过 我们也从神的话里面了解过 因为很重要的是 主耶稣要借着圣灵的工作 帮我们带进 祂的心里面 或许讲得更白一点 或准确一点 让我们与主耶稣能够认同 我们不是信耶稣 有没有 那是我们要跟从主 我们顺服主 操练到的程度 我们能够向主 那这个的过程 如果从罗马书来讲 五六七章 对不对 六七八章 是讲到圣灵的工作 因为没有圣灵帮助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才就由不得我 所以我们要行善 但七章说我行不来 不要忘记那句话 那段经文 是保罗在讲他自己 是一个信准 不是没有信准 立志行善由得我 行才由不得我 然后保罗发现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 是在于我们 如果没有 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永远会留在 第七章的那个光景里面 到了第八章 我们行到圣灵的同在 你就发现 若神帮助我们 谁能够抵挡我们 若神赦免我们的罪 谁能够定我们的罪 若神赦我们的义 谁能够控告我们 若神爱我们 谁能够 叫我们与神的爱格局 所以同在同在同在 很重要 是主的同在很重要 是怎么有主的同在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所以主耶稣说 当我离开你们 跟门徒说 我回到父神那边 我会求父差遣 另外一位保卫师 一说保卫师 所做的工作 跟主的 圣灵所做的工作 跟主做的工作是一模一样 都是你我的保卫师 是显明与我们同在 不过圣灵做的工作 很有意思 祂要把我们带进 与主的同在 与父神的同在 与基督的同在的里面 所以我们在说 新约跟周一个很大的不同 新约是圣灵与每个性主人的同在 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应许 好叫我们天天活在父神的爱中 好叫我们天天活在 主耶稣的子里面 因为祂来 对今天信主每一个人来讲 因为祂来 好叫我们不能够 好叫我们不会成为一个 叫做属灵的孤儿 那怎么与主同在 一定要有主的话 再说 你需要有神的话 你需要有神的灵 你需要渴慕神 你甚至愿意 有个心智 我要走在神的话语当中 行在神的话语当中 相对的 这时候圣灵会帮助你 活在神的话语 好叫你我 能够活出主的样式 所以今天我们谈这一切 我要在进一步的提题 跟大家来试想 我不希望我讲一些东西 成为一个抽象的理念 坦白说从理念角到来讲 可能听了大家都听了很多 可能有人讲的比我更详细 但不代表说我讲的 就是别人都不懂的 我意思说 这从我自己走过来的路 我要跟大家谈谈 圣灵怎么把我带进基督里面 特别借着神的话语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十三节 第六章我们都知道 五饼二鱼以后 这个有一个过程 那今天都跟着耶稣 一大堆跟着耶稣 因为他们想 就是有五饼二鱼 不过主耶稣看着 大堆人来的时候 他就敢讲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很重要的真理 旧约的时候 神在旷野里面 为这一生预备了 这时候所谓的玛拉 他用这样一个比喻 今天 神在你们的当中 预备了我 主耶稣基督 从某个角度来讲 都是要满足我们的需要 其实你把玛拉跟主耶稣 这样的一个对比 有点蛮有意思 玛拉的本身这个字 玛拉这个字 What is it 那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字的意思 玛拉的意思 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没有人知道 玛拉从哪来 从某个角度来 没有人认识 耶稣就是 倒成肉身的三维体的第二位 这个奥秘 玛拉是晚上才发生的 在黑暗当中 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是在整个世界 在现在黑暗的里面 但玛拉带出生命的粮 主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我就是生命的粮 所以第六章里面讲 我是可以吃的 我是可以喝的 当这人听了以后 也就是解释完以后 这人听了以后 就觉得 圣经用叫做 主耶稣的话 圣蓝 圣蓝 很蓝的 这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 圣蓝就听不懂 耶稣 你的肉可以吃 你的血可以喝 耶稣是说 我要跟你建立一个 生命的关系 玛拉不过吃十年就过去 玛拉不过满足 你的身体需要 但耶稣说 我要满足你全人的需要 绝对 包括你的身体 但更重要是你的灵 你的魂要活过来 他们听不懂 那另外一个 很可能的一个就是 他们觉得很呕心 这个字也是这样翻译 他们觉得 这种什么道理 我要的是 无饼二鱼 你给我说 要信得肉恨的血 这很呕心 主耶稣就讲了 第六章 六十三节那句话 叫人活着乃是灵 肉体是无意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解经还是需要一点的了解 到底这个灵 是人的灵还是圣灵 不过解经家都同意 因为叫人活着 绝对不是人的灵 可以叫人活着 这个字应该翻成圣灵 肉体是没意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 就是灵 就是生命 先把前面这个解释一下 只有圣灵可以叫我们活 这就是问问 我们需要有圣灵 我们才能够重生 我们只有圣灵 可以带着我们活下去 以罗马书第八章来讲 我们这必死身体 好像主耶稣 那死身体 神借着他的灵 就叫主的身体 活过来 这是身体 但干 但代表整个心灵 也是整个心灵 所以真叫人活的是灵 所以如果听到弟兄姊妹 今天你不认识圣灵 如果没有更多的靠着圣灵 坦白说 可能我们的活着是没有力量 因为叫人活的 那肉体是无意的 是什么意思呢 这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只求五饼二鱼 只是满足你的肉体 那有一天你的灵 还是没有活过来 或是灵 是没有所谓的 有力量的 这样的活着 也没有什么意思 只是一个肉体 我想对追求人 需要明白 原来信耶稣 不只是求你的身体 你的生活富裕 健康 是因为要看重 是你的灵 无意的还有另外一句话 另外一个解释 就我们肉体的本身 就我们这个人 肉体代表我们的血气 我们的血气 绝对不能够叫我活过来 我的血气 再行善 再努力 你还是不能够明白主 还是没有得着主 为你预备的生命 你可以improve yourself 你可以改善你的生命 甚至改善你的生活 但是你的生命要改变 必须要生以来 他已经做重生的工作 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但后面 这个生命 重生生命 是需要成长 这生命 是不仅得生命 而是成为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怎么 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 这边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句话这样翻译 蛮简单 如果简单 但是有三个 有主的话 主的灵 跟主的生命 这三样事情 是在这句话里面 最直接的翻译是什么 我的话 透过圣灵 你有了我的话 接着圣灵在里面的帮助 这的话就成为了生命 所以 需要明白一个事情 什么让你发生生命 是神的话 但神的话不留在知识 我最喜欢用灵道亮幕式 这样的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 肚子饿瘦吃米的 你吃米的 吃多以后 你会胃痛 所以有时候 米吃太多了 但是还不 所以常常会 胃痛的时候 用这句话叫 你会看得别人 你因为批评会论断 埋怨 但是用灵道亮幕式的话 当这个米经过 一个煮的过程 那个过程 需要两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个叫做水 一个叫做火 才能够变成饭 所以当你吃饭 你饿了一定会吃饭 因为你不能够吃米 有米是很重要 你可以包一大堆米 但是不能够煮成饭的话 基本上你吃不下去 吃下去可能将你胃痛 那吃下去又怎么样 是什么让你的生命成长 是因为那个米的本身 但是如果这个米需要变成饭 经过一个必须有的过程 就需要有圣灵的工作 好像水跟火一样 我觉得今天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点的 不是有点 我觉得蛮遗憾 因为教会历史告诉我们 好像这个叫做灵恩派 这个叫做所谓的福音派 一个只讲救神的话 不需要有圣灵 我们只要抓住耶稣的脚 另外一句 我们需要有圣灵 但是却把神那话给服侍了 我要继续接下去 今天有许多的属灵的书籍 我绝不反对 今年经验是 当医院的时候 我跟薰泽牧师 我们调一下办公室 因为我搬到他以前办公室 所以在以前那个办公室 稍微大一点 所以我的东西蛮多 其实我的东西不多 但我书蛮多的 我大概最少丢了 丢了大概三分之一 到一半的书 我要告诉各位的 我丢不是说丢掉 说谁要就谁要 我就拿出来 如果传到人要 其他人要 就摆在那边 甚至有些 我觉得该是给谁的 一些书给他 像黄洁指示等等 你要知道 我给出的书是什么书 都是过去我收集过来的 叫做属灵书 好不好 好 对我蛮有帮助的 但是我发现 我的 最解经的书 所谓的 对于所谓的 一些神学观念书 怎么去检验经文 怎么对于整个 救恩赶紧进去 特别一些工具书 我还有一大堆 都是我保留的 当然 圣经 有不同的版本 那现在根本 不用买圣经 不同版本 你只要上Google 你就看什么都出来 或有一些圣经的 这个软体 所以就什么翻译都出来 牧师你想讲什么 我想讲一件事情在这里 我不认为我是迷信 但我占信信 只有神的话 才能够供应你我的生命 在那个时代 比如说三十年前 当我读一些属灵书记 我绝对很有帮助 但慢慢发现 这些帮助 可能已经藏在我里面 我不晓得 但是我没有 我也没有这个 好像这个design 再重新把那个书 拿出来看 大概只有一两本 不过翻也不是什么书看 我还记得 有几张 有几个chapter 我觉得需要refresh一下 好像是这样 好像不太这样 但我真的一直觉得 当我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话语 在enrich我的生命 很多时候 为什么属灵书 你很吸引 因为好多属灵书 你找的时候 因为找一些 解决你生活问题 为什么我服事没能力 为什么我祷告没有通 等等 祷告书我蛮多的 大概只剩下一两本 Charles Fennie那本我还在 大概 因为祷告书太多了 那些可以帮助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发现 只有神的生命在我这里面 请问 今天你中午吃饭 你吃了什么东西 你还记得吗 你早餐还记得吃 可能你没有吃也不一定 他们说 昨天我吃一个大餐 所以今天不吃 我还在问你 昨天大餐 你还记得吃什么吗 如果有十道菜 你还记得有几道 但是每次 你读一些属音书记 真的 我说再说 不要误会我一次 我不说那个不重要 我不说那个没有办法 但是我要 make 一个很清楚的point 如果你只是看重 花的功夫 都是属音的书记 却没有在神的画里面 我认为 这是非常非常 我可以讲一万遍 可惜的事情 因为你的生命的体质 是没有改变 你听听这个的领受 感谢主 好像对我今天 属音生活有点改变 或者我的生活 某个方面的服饰 有些的操练 我们常说 要不要转型 为什么要转型 因为发现过一阵子 好像不管用 好像面对环境的困难 不能够应付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已经outdated 但感谢再美主 圣经到现在 从来没有outdated 到现在我所了解 还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我绝对不反对 甚至我鼓励 可以读一些属灵的书籍 但是如果你忘了 或是你没有功夫去画神的画上面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因为只有米给它能够变成饭 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量 只有主的话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供应 用我们的话 我们南方人吃米就是这个样子 北方人吃面就变成那个样子 不知不觉的 就产生这个 所以有时候 现在倒过来 我们以前讲究吃白米 现在讲究的是不能够吃白米 要吃糙米 意思说你吃什么 你吃长什么 如果你的神的话不断地在里面 我相信你的生命能够成长 如果我把神的话 这个做一个交代以后 我一定要说神的灵 我底下要跟他说 因为我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 话已经有个交代了 如果后面神的灵 怎么把神的话成为你的生命 这是我要跟他再做一点思想 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约翰福音 OK 我们回到 先从两个观念来看 读创世纪 我还很珍惜玩领导梁牧师 虽然我不跟他藏在一起 不过他每次讲一些东西 对我的帮助很大 他最喜欢创世纪 另外就是启示录 OK 回到创世纪的时候 当这个地空虚混沌的时候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运行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是 他的energy已经要发挥他的功能 但nothing happened 圣灵已经运行在水面上 hover就在水面 意思说圣灵要带出的能量 要开始 但是没有生发生 知道什么 知道神说话 有光就有光 换句话说 圣灵很重要一个工作 他不会做自己的事情 他只会做主的事情 他只会做道成肉身的那个道 就是神的事情 意思说主讲什么话 圣灵一定会把神的话 发生出来 realize出来 神讲话 事情就发生 圣灵已经ready了 所以亲爱弟兄姊妹 如果你走灵恩的 你一定要相信 如果只靠灵恩 是没有事情发生 就要有神的话 种完灵恩 energy准备在发动 但是倒过来 另外 如果只有神的话 却没有圣灵 事情是不会 整个的旧约告诉我们 有神的话 哪一个民族 比圣灵更加清楚神的话呢 但是生命没有改变 生活没有改变 神到最后 沦落在被所谓的俘虏 这国家都被夺取的里面 所以神的灵 是一定有整个的 那最后 用旧约的话讲的 所以到那天 神的话 神的话 不再刻在石板上 要刻在心板上 神的话 不是疑问 乃是圣灵的工作 意思是说 神的话跟圣灵 永远不能够分开 这两个都要发生在身上 所以神的话是必须的 那神的灵 怎么帮助我们呢 请大家留意的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七到八节 这句经文大家都很熟 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种的人 主耶稣父 凡属我不结果子 他就修剪 凡结果子 他就修理干净 使果子结果更多 现在你们应我讲给他 都已经结尽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要藏在我里面 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够结尽 你们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植 藏在我里面 我就藏在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你要什么都不能够做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任在火里面 就少了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里面 凡你们所愿 祈求就给你们得着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 这段经文 得果子是父神对我们的心意 讲了好几次 前面说结果子 叫做fruit bear fruit 结果子 使结果子更多 叫more fruit 更多更多果子 然后多结果子 是much fruit 意思说结果子 是神在你我身上的定义 所以你不会不结果子 你一定要结果子 如果 那有两个 如果不是真的 知识 或是已经 在纸表面 根本没有接上 过一阵子以后 可能就是会坏掉 已经借着神的道 来捷径 所以 讲到神的道的时候 有两方面 一个是消极的 这代表我们对神的话 有没有看重 当然说 如果你都不读神的话 我都不读神的话 那当然是 这个事情就很难放 他怎么捷径我们 所以每次神的话 都做光照的工作 我们需要悔改 需要调整 不过那是消极的 我相信各位都在做 我们愿意走在神的话语当中 有不对的 我们向神认罪 不要忘记 在认罪这个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 圣灵在感动你 因为圣灵来 才问我们为罪 为依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你怎么知道是罪 你怎么是 叫做为审判等等 这些都在主的话的里面 因为主已经把他的话 告诉我们 他的信息是什么 他对你我的信息是什么 我要花点时间的是 少一点时间 就要讲积极的 然后其实你读的时候 发现两次 你们若藏在我前面 我要藏在里面 字子若不藏就不能够 你们若不藏也是这样 然后又来了 我是葡萄里面 藏在我里面 就都结果 到了第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去给你们得着 我觉得上个礼拜 当我谈到 圣灵做一个工作 很重要的 是把门 详起主的话 在十六章后面说 我还有一些事 现在不能够告诉你们 因为你们贪贪 因为不能够领会 只是真理的声音来了 他必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些真理 或者进入真理的里面 所以圣灵 你要问他这一块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里面 是怎么一回事 是圣灵 把他的话 藏在我们的里面 第七节 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 跟前面不讲 前面是说 我就藏在里面 不过这边多了一个解释 你们若藏在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里面 你要问他 好 因为圣灵会让你 想起主的话 但是想起是第一步 但圣灵更要帮助你 进到神的话里面 进到神的话里面 解经家后面这句话 有很多的讨论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什么意思 神啊 求年明 老板这么糟糕 神啊 求你把他赶走 因为你愿意什么 神叫听啊 是这样吗 我这个同事 我底下这个部署 这个员工 或是这个事情 虽然我没有处理得很诚实 但神啊 求你让这些过去 好像警察没有抓到我一样 你要什么就有什么吗 因为说烦你愿意的嘛 我愿意这样 我愿意这样 是你的旨意 还是神的旨意 有两个解释 是当着同一个意思 就像我刚刚说的 当你充满了神的话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整个人 你整个人的生命 你整个人的所谓的状态 生命的状态 已经是受神的话语所掌管 你吃米就是这个样子 你吃麦 你吃面就是这个样子 你吃junk food 这个垃圾食物 就是这个样子 你吃健康食物 就是这个样子 里面的体质 已经在你所吃的东西 这个的规范里面 所以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按照你的体质 不是故意多 是自然的 我想起 这样做对不对 神啊对不对 这个对不对 这个好像是不对的 但是我又觉得 好像要做这个事情 在挣扎 反正错了 就没注意得到 我下次不错就好 有时我开车的时候 在国外 我想起 我从外面出来 要回到教会 我想一个弟兄 其实我非常专心的 正用心栽培这个弟兄 最后因为他要的东西 我没有给他 他要我按他做牧师 我说不行 因为我觉得他不到这个声量 但是我真是栽培他 而且我知道其他 包括我们的教会的同工 包括知识们 还不认为他的声量 不得开始就 不知道从那边传的话 是说我怎么样 怎么样 好像抓住了 坦白说我很难过 难过到这样 我会生气 我说白照 因为他以前被捆绑 我还是为他祷告 陪他 让他得释放 然后给他服事 帮助他也要服事 当然他也蛮努力 我不是说他不努力 就我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开个车 我那时候开个车 Volkswagen那个van 上面有两个冷气 我很怕热 所以我在开车 我越想越急 算了 我不要回家 我去找他谈 神啊 等一下我找他谈 主啊 求你处理这个事情 让他知道他是错的 等等等等 神没有说我不能够跟他谈 神也没有跟我说 我不能够 那时候我已经被神更新 所以学习怎么 但是神说 不是这个时候 我说我已经气成这个样子 我在想到别的事情 就想到这个事情 强大它 我把他解决就了事 了不起 神说不是这个时候 最后我又很生气 神啊 不是这个时候 是你的想法 这样子好 我去找他谈 谈完以后再跟你认罪 我大概服事中 我被神骂过两次 很清楚的被神骂过两次 我让他认罪 然后就silent 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还在挣扎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上面是冷气 你看那个Volkswagen 那个Van 那个我们还不是修理车 就是那个都可以坐七八个人的车 那挡风波 我还告诉你 我从没碰过这个经历 一个热风穿过那个玻璃吹到我身上 好像我就跟被烧澡一样 原来发现我生气 原来我的神比我更生气 挡风玻璃啊 在开胃上开车 吹着冷气 这边有冷气 还有头上有冷气 一个热风吹进来 愿不愿意是我一件事情 我的选择 但是我需要做个对的选择 神啊 我愿意 确实我没有去找他 确实在那个方向 我知道神知道我的心情 也知道我的软弱 神告诉我 就在错的当中 你不可以犯错 可以听得懂这句话 纵然你在一个错的环境里面 你以为你去讨个公道回来 你就觉得是 你就解决 没有 当你在错当中 如果你这个人没有预备好 你去讨公道 难道你的态度会对吗 难道你的话语会对吗 难道你的动机会对吗 神啊 那我该怎么办 你看 如果不是神的话照里面 对我讲 这很人之常情啊 我是牧师 我是主人牧师 我是怎么样 这个事情就出了 我的同步这样 但是因为神的话照在里面 我还是相信神的话 最后我那句话 是这个很软弱 神啊 就让我 赶快跟你认罪 其实 难道我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吗 当然知道 只是那个血气 已经过不去 神说既然 你怕我不负责 你怕我不处理 我就是处理 先处你在你的身上 那我该怎么办 主说你要对他好 你要爱他 你要爱他的孩子 等等等等 在这车上 经过那个经验 我在开的时候 我只是讲一句话 神啊 既然你告诉我 该怎么做 我就跟神说 我愿意 要听懂的这句话意思 当圣灵感动你 当主耶稣 这圣灵对你说话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 你愿意吗 这就是今天 为什么我们不造神的旨意 或今天我们造神旨意去做 我们说神啊 我已经造神旨意 但是我们没有造祂的心意 我们只是抓住律法的规条 神啊 你说要我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做 做完以后 你好要对付祂 你好要处理祂 神说不是这样 你好就听我的 我就负你的责任 如果你还是靠自己的力量 还是靠你的想法 去做你的事情 你就自己去处理 只差一件事情 你愿意吗 当神这时候感动你 在任何事情上 正是这些年来 那是好多年前的 我回台湾都已经25年 所以那个是 20几年快30年前的事情 一直学到现在 当每次圣灵感动你 让你听见了主的感动 或主的声音 主的话 当然你需要习惯 有主的话 叫做圣经 这时候神的话就出来了 这句话出来 你该怎么样 爱你的仇敌 我不这样说吗 这怎么办 爱你的仇敌 怎么爱你的仇敌 我想要讲借口 没有借口 你要为他祷告 你要照顾他 他你的礼仪 把外衣给他 那要怎么陪他走一路 等等等等 我要告诉你 在后面 这个人没有改变 后来这个人离开我教会 后来我的老牧师找我 为什么你 因为他就跟老牧师说 是我叫他走 我跟老牧师解释以后 我的老牧师 我老牧师感谢主 因为我们的关系很好 他听懂我在讲什么 他也知道 那个弟兄有他的不足的地方 但后来我们再碰面的时候 我从来 没有把他放在基教的里面 我很感谢主 上个礼拜 新生牧师说讲的饶恕 但我觉得饶恕就是 不被伤害 不留在那个伤害里面 那对 绝对需要 但饶恕可不可以带来 一个真正的饶恕 或饶恕 造成那些新的结果 你会成为那个人的祝福 只是说我不跟你计较 就停在那里面 这已经很重要 已经很难了 没有靠神的话都很难了 所以徐神牧师做了 很好的分析 我感谢主 但是你是否还能够成为 你的老板 虽然你心中 真的一些事情发生 对你的伤害 你会成为他的祝福吗 其实夫妻最难就是 我只要不跟你算账就好 难道我们的夫妇官就停下 不算账了事吗 没有说对方一下就改变到 让你全然满意 不过到那个时候 你还是走下去 但从那开始 你会在弄 还没有完全的整个情况改变以前 还在过一过程的当中 你突然发现 你的态度就不一样 因为你开始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才会成为神一个寄命 改变那个环境 为什么 因为圣灵 让你不仅明白神的话 让你尽到神的话 当主对你说 这样这样这样的 然后他问一句话 你愿意吗 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的生命 更沉重的生命就活出来 你的生活 你的态度 你的口气 你的想法 你就发现 原来你在结果子的里面 到现在有时候 我还偶尔碰到 这对夫妇 你说 好像没死一样 真的 forgive and forget 我还是take这个 但是不是forget 哎呀 我算不要想 不过 每次想到你就心痛 每次想到你就挂虑 怎么他欠我 我到现在还不道歉 听了好多听说 他还欠我一个道歉 那你到底 forgive 还是forget 我搞不清楚 什么时候 你不觉得 他欠你一个道歉 因为你突然发现 那个道歉不需要 因为我已经成为 他的祝福 他要不要跟我 say sorry it doesn't matter 因为他知道 我已经成为 他的祝福 可以听得懂吗 当主耶稣在 释迦说 父啊饶恕他们 因为他知道 有一天 有一些的人 就在座的各位 知道耶稣所做的 已经叫我们蒙福 我们就蒙福 所以求主恩待我们 你需要有神的话 你需要有神的灵 你就可以进到 与基督同在里面 你的生活 让神的话的原则 成为你的准则 然后再处理 每个事情的时候 不仅的思想一念 不仅的动 包括你的态度 包括你的情绪 圣灵会给你力量 那个复合的大能 叫基督从事里 复合那个大能 这个大能 要涌进你的身上 好像你确实 不仅能够 forgive and forget 不仅能够说 这个事情算 而且能够成为 别人的祝福 我们去祷告 我们去站起来 我相信我每天 碰到人事物 每一个时候 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 坦白说 都是我们的信仰 一个挑战 以至于说 不是说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个问题解决 是有没有一个 不同的生命 可以面对 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 都不成为你的问题 不是说 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我们夫妇怎么解决 老板怎么解决 这个伙计怎么解决 等等 是你有个生命 叫做主的生命 借着圣灵 在里面彰显出来 这个生命 就是因为 你抓住了神的话 这个生命 就是因为 你经历过神的话 所以神说 空虚混沌当中说 当你讲话的时候 神说 这地有光 圣灵就让那个光出来 当你心中思想到 这是主的话 主的信仪 我愿意 这个事情 照你的坏成就 圣灵就让 这个事情就发生 这些年来 我看见 神我们预备的 救恩的宝贵 都要发生 不是一个信仰 不是一个精神寄托 也不是说 将来 我们有个盼望 今天就让他去 No The reason 你我现在还在这个地上 是因为 神要透过 一个愿意的人 抓住他的话 好叫神的灵 能够落在你的身上 借着你成就各样的事情 我相信你愿意走在神的话里当中 你愿意靠着主的话 照着主的话 然后靠着圣灵 来面对你的困难 我们一分钟时间 你的困难在哪里 是那个人呢 还是那件事 还是好几个人的困难 让神的灵来帮助你 当你愿意的时候 我的弟兄姊妹 这时候 你在这样一个 situation的当中 你好像 人也好 是要你走不过去 你只是想要怎么解决 我要的不是你怎么去解决 那是你能够胜过 能够改变 把这个人这个世代到主面前 主啊 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告诉我 什么时候出这个事情 而我神就说一个 简单的 我常觉得神讲话不太多 因为 长篇的道理都已经讲出来 在圣经里面 只是这时候他常问 你愿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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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你觉得你愿意 但觉得你能力还是有限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有限 你愿意神的灵来帮助你 把你的困难把你的需要 带到 带到主的面前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 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人 我怕受他伤害 我也怕伤害他 主啊 给我智慧 给我能力 圣灵来帮助我 圣灵求你来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来 圣灵 成为一个能够胜过罪的人 你不仅不再犯罪 你可以因着你的力量 可以遮盖阻挡许多的罪 看我们圣灵